欢迎大家收看《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快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两场战争的故事 以色列如何打击隐藏恐怖分子的哈马斯地道加沙地铁 为什么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地面进攻可能会变得非常混乱 无处可去 以色列发出撤离警告后的困惑和恐惧 哈马斯在令人不安的视频中炫耀以色列婴儿和儿童 请大家收看 两场战争的故事 美国企业研究所 上周哈马斯在以色列南部发动的袭击 简直就是现代版的大屠杀 据报道 激进分子抢劫村庄 斩首婴儿 用枪指着老人的头部射击 强奸妇女 然后将他们的尸体作为战利品在街上游行 这是对道德堕落深渊的可怕见证 作为一个犹太人 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女儿 更重要的是 作为一个人类 目睹哈马斯的暴行是令人心碎的 但同样令人痛心的是 公众普遍认为 10月7日的屠杀是值得庆祝的 这是巴勒斯坦运动的胜利 以色列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 无可否认的复杂而混乱 值得关注 但这个问题与哈马斯的问题 完全隔离开来 不应该再重复一遍 但显然还需要重复一遍 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 它既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 也不代表他们的民族愿望 它的唯一一程是摧毁以色列 灭绝犹太人口 如果你不相信我 就相信哈马斯 试图将冲突情境化 以便将哈马斯的行动 归咎于以色列 许多人都这样做得太快 最好是无关紧要的 最坏的情况下 是深深的反犹太主义 21世纪的反犹太主义 并不新鲜 大多数犹太人 已经接受它是生活的基本事实 人们总是期望 随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 对抗重新升温 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也会上升 这无疑是由极左派成员推动的 他们将以色列比作种族隔离国家 但这种新的反犹太主义不同 自从哈马斯有系统地 谋杀了一千多名平民 自大屠杀以来 对犹太人口的最严重袭击以来 人们不仅利用巴勒斯坦团结的机会 公开表达对犹太人的蔑视 而且还普遍宣传否认 这样的大屠杀发生过 或者至少说服公众 哈马斯的行为 没有媒体所说的那么糟糕 袭击发生后的第二天 在时代广场的权力支持 巴勒斯坦集会上 一名抗议者被拍到 在手机上举着纳粹纳粹标志 在澳大利亚西尼哥剧院外 清巴勒斯坦示威者高喊 毒死犹太人 在以色列超新星音乐节上 哈马斯杀害了 250多名观众的消息传出后 网络上涌现出要求证据的评论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 发布了被残忍杀害的 婴儿的恶心照片后 人们迅速指出 嗯 他们并没有像以色列官员 所声称的那样 全部被斩首 这只是许多学生活动家 组织和精英大学 领导人中的一些例子 他们公开支持哈马斯 人们变得如此难以 毫不含糊地谴责 更不用说接受 残酷的生命损失 尤其是在一个国际公认的 恐怖组织的行动下 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启示 这证实了希特勒时代 对犹太人的可有可无性 攻击 庆祝 否认 每年纪念大屠杀时 我们发誓再也不会发生的事情 又回来了 或者可能从未离开过 目前有两场战争 正在同时进行 一场是实地战争 一场是舆论战 以色列将在前者中获胜 然而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在2023年 后者将是更难赢得的战斗 了解更多信息 马莎 阿米尼去世一年后 美国对伊朗的政策 仍然保持现状 以色列的司法改革 可能成为美国的问题 伊朗正在利用美国转向中东 危险阅读 本文最初发表于 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以色列如何打击 隐藏恐怖分子的 哈马斯地道加沙地铁 英国美日电讯 哈马斯在过去的20年里 在加沙建立了一个 庞大的防御隧道网络 为以色列军队的 地面进攻做准备 这些隧道 具性深达100英尺 30米 隐藏在房屋 清真寺和学校的底层 这个网络预计会 布设陷阱和自制炸弹 使得任何地面进攻都危险 且可能造成重大伤亡 使用当地居民 和以色列人质 作为人盾 是另一个挑战 以色列已经开始将隧道网络 作为其队最近入侵的 轰炸行动的目标 为什么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 地面进攻 可能会变得非常混乱 雅虎 以色列计划在加沙地带 进行地面进攻 这将对加沙的平民生活 造成毁灭性影响 并对以色列军队构成高风险 以色列军方计划进入加沙地带 哈马斯激进分子 藏匿在平民人口中 并在一系列地下隧道中活动 这次军事行动 预计需要时间 并造成大量伤亡 以色列军队 还需要找到并解救150名人质 其中包括一些美国公民 在加沙发动大规模进攻 可能会导致战争的新战线 黎巴嫩的真主党警告称 如果以色列入侵这个沿海飞地 他们将做出回应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 发誓要消灭哈马斯 因为上周六发生了一次突袭事件 导致1300多人丧生 以色列军方一直在为地面入侵做准备 包括将多达30万名预备一军人 投入战斗任务 以便在袭击人之位置之前 最大限度地收集情报 这次行动最棘手的部分将是找到 并解救藏匿在加沙各个地点的人质 无处可去 以色列发出撤离警告后的困惑和恐惧 半岛电视台 随着对地面入侵的担忧日益增长 以色列已下令撤离加沙北部 超过100万人 由于联合国管理的学校 作为庇护所而过度拥挤 以及没有交通工具 许多人选择留下来 如果患者被转移 还担心加沙不堪重负的医院的安全 哈马斯在令人不安的视频中 炫耀以色列婴儿和儿童 英国美日电讯 哈马斯发布了一段视频 似乎显示恐怖分子抱着以色列婴儿和小孩 这段49秒的视频 包括一名持枪者 抱着一个哭泣的婴儿 站在步枪上方的镜头 一名哈马斯恐怖分子 拍拍一个婴儿的背部的镜头 以及一个小男孩 坐在一个被八个恐怖分子包围的恐怖分子的膝盖上 目前不清楚 这段镜头是在何时何地拍摄的 以及这些儿童或他们的父母是否还活着 这段视频可能是作为对以色列政府发布的 似乎显示哈马斯杀害婴儿和婴儿的图像的回应而发布的 中国 俄罗斯和印度在加沙战争中的立场如何 半岛电视台 俄罗斯 中国和印度呼吁进行和平谈判 并为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因为加沙地带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人道主义状况也在恶化 美国一直是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中最坚定的支持者 而欧盟和英国也表达了对以色列的支持 然而 俄罗斯 中国和印度的立场是支持和平解决 和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 一场为和平而狂欢的派对 一次突然袭击地狱的释放 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是如何爆发的 多伦多星报 以色列国防军在对加沙地带进行了一周的空袭后 发起了地面进攻 迄今已造成1300多人死亡 其中许多是平民 以色列政府声称 地面进攻是为了阻止控制加沙地带的 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将哈马斯战事 于10月7日的袭击描述为 自大屠杀以来犹太人民最可怕的一天 作为对以色列袭击的回应 哈马斯发誓要战斗到加沙地带的封锁解除 自2007年以来 以色列一直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 在此之前的一年 哈马斯上台 一场持续五年的以色列士兵吉拉德、沙利特被绑架事件开始 以及一系列致命火箭袭击袭击以色列 当这些袭击在2008年加剧时 以色列完全封锁了与加沙地带的边界 以色列在2008年和2014年在加沙地带进行了全面战争 但两国之间经常发生入侵 冲突 短暂的以色列安全行动和持续的紧张局势 巴勒斯坦卫生部声称 在过去一周内 加沙地带有1500多人死亡 其中500人是儿童 以色列进行地面袭击 数十人在逃离加沙家园时丧生 半岛电视台 在试图逃离加沙北部地区时 数十名巴勒斯坦人 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 以色列军方下令超过100万居民疏散 但这一要求被联合国称为不可能 几个人权组织谴责了这一命令 并警告称潜在的强制转移平民 将违反国际法 与此同时 国际医疗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 MSF表示 以色列当局只给他们两个小时的时间 撤离加沙北部的一家医院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在今天的新闻中 我们看到了两场战争的故事 一场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之间的实际战争 另一场是在舆论战中的战争 无论是哪一场 都给人们带来了深深的痛苦和困惑 首先 让我们来看一看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实际战争 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发动的袭击 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也引发了世界的关注 我们不能忽视哈马斯的恐怖行径 他们的目标是 摧毁以色列 灭绝犹太人口 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有些人将哈马斯的行动 归咎于以色列 这是对以色列的不公正指责 我们不能忘记 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 他们的行为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 更不代表他们的民族愿望 但是 令人担忧的是 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反犹太主义 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 人们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 变得越来越难以接受 甚至有些人公开表达 对犹太人的蔑视 这种新的反犹太主义 不仅令人震惊 而且令人担忧 我们必须坚决谴责 这种暴力和仇恨 以保护我们的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了舆论战中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 双方都在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俄罗斯 中国和印度 呼吁进行和平谈判 而美国 欧盟和英国 则支持以色列 这场战争 不仅发生在战场上 也发生在网络和媒体上 我们必须保持冷静和客观 不被偏见和谣言所蒙蔽 总结来说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 是一个复杂而混乱的问题 我们不能简单地 将责任归咎于一方 我们应该努力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让双方都能得到公正和尊重 同时 我们也应该警惕 新的反犹太主义的蔓延 坚决维护人类的尊严和平等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讨论 你们对这些新闻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 有什么看法 请留下你们的评论和问题 我会尽力回答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并不得了